全公司的業績是多少 第一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你就直接先切到那個我們的 資訊這個總表裡面 然後做什麼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 其實後面都有 題目 我先了解題目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那個 OK 第一個 插入那個我們的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個範圍OK 確定之後 那比如說我希望全公司的 其實就是把全公司的什麼 全公司的那個 他的銷售金額 他有個欄位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不要有列標籤不要有欄標籤 他其實就全部的加總 OK 全部的加總 或者說你其實最簡單啦 銷售金額SUM一下就好了也是OK啦 我們前提是用樞紐分析表 就偷拉到值就可以 銷售金額放在值 他就顯示出來 不過沒有千分位符號 看起來 不容易閱讀 所以我把它千分位符號加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出現 他的 公司全部的業績 百萬千萬億 24億 那其實 營業額這樣算 不是算小公司 然後第二個的問題就是說 你幫我加上什麼 加上縣市 最好是縣市排行榜 你幫我列出來 哪一個縣市銷售 冠軍 看起來應該台北市應該是比較前面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 銷售直接就怎麼樣 直接在這個上方 我們直接來做好了 如果要加上縣市很簡單 就把縣市 名稱呢把它拖拉到哪裡呢 縣市名稱 直接拖拉到那個 我們的縣市名稱拖拉到列標籤 就會幫我列表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排序的話很簡單 游標放在 那個 B5的上方 然後呢資料裡面D到A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哇這個地方 台北市占比那麼高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用百分比啦 其實很簡單嘛 我們剛剛講過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再改成 值的 這個部分用什麼呢 值的顯示方式變成總計百分比 馬上看出來 一半以上的業績 快一半就是在台北市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把它復原一下 OK這個 這個大概只是補充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看到什麼 不同部門 先看到縣市 再看到縣市 部門的業績 對應到的業績 縣市 部門業績 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把什麼 部門名稱 拖拉到縣市的下方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台北市 他每個部門的 每個業績都會顯示出來 OK 那未來當然 底下這邊有合計 然後呢 如果你合計 像有的時候我不喜歡每個地方下方 下面合計的話 你可以有個方法按右鍵 這邊有個小計有沒有 如果你不想要合計的話 因為有的時候 像貼到那個 其他地方之後還要刪刪刪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要小計的話 那你可以把小計這個 按右鍵打勾取消 他小計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邊最後 如果要的話按右鍵 把小計怎麼樣 再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小計打勾 小計又出來了 OK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不要小計 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它增加 或減少 那這樣的話可以知道說 各縣市的各部門的業績 總共 旁邊會列示出來 OK 那 甚至你可以什麼 不要合計 然後排序可不可以 也可以 幫我排序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 業績 最多的話 基本上像台北市第一名 還是業務三科 所以你會發現 業務三科幾乎都是 在各縣市 排名在前面的 所以從排序裡面 也可以看到 哪一個 哪一個 部門裡面 哪一課 這是 這個 銷售金額 特別好的 再來的話 第四個問題是 各部門的 各產品 分類 業績總共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我們就是 要把什麼 縣市拿掉 縣市移到上面 再把什麼呢 產品 產品名稱 不過這邊不叫產品 這邊好像叫分類名稱 把它拉到部門下方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每一課的那個 銷售的 東西 會列出來 那銷售金額也會在旁邊顯示 當然一樣 你可以把它做排序 按照每一課的 這個系項目 再幫我做排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每一課 其實最賺錢的 還是主機板 OK 所以可以看出來 排序 就可以馬上把高低 馬上可以顯示出來 那就可以 至少在報表裡面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這個數字會說話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呢 除了說呢我們可以用 同一列的方式顯示之外 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產品分類放在籃標籤 用這樣的方式顯示 兩者之間的一個是 從就是說呢 業務 哪一顆 的什麼產品 再到業務的 哪一顆 跟他對應到的那個 產品 資料 就是說兩個分類 的結果 其實看到的是不同的 一個是主 一個是次 主要是哪一顆 然後他的銷售情況 哪一個產品的銷售情況 第五個問題 是說對調 對調其實就是 把分類拉過來 把部門再拉過去 OK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主要是看哪一個產品 剛剛是主要是看 哪一個部門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當然 你呈現的 主要跟次要 就會有一個不同的結果 那第六個問題是 各類的產品 銷售的 比數 特別說 他這邊是訂單數量 而不是 賺的多少錢 那我剛剛講過嘛 如果說你拖拉的東西 他是 一個數字 他就加總 但如果你不希望他加總的話 有個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把 把這邊 一樣 值的地方 值的 設定 你有沒有 預設是加總嘛 那你可以把他改成什麼 項目個數就好了 OK 也就是說 如果你拖拉到值 他如果是數字 自動幫你加總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他幫你加總的話 就是改這邊啦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拖拉名稱就好了 用名稱 他就是 因為他不是數字 所以他就算幾個 所以他這邊是比數啦 所以我把 另外這個方法也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改什麼 改他的項目個數 就會看到是 他的訂單的數量 可能有的是 雖然訂單很多 但是銷售金額可能沒那麼高 都是小單 那當然其實不算賺錢 雖然 感覺好像 很多 但實際上都是 不賺錢的單 甚至是賠錢的單 那當然 其實也不見得是 對公司是有幫助的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前 前面那個六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也許 先試試看 就是 1到6個問題 後面還有 7到12問題 我們待會再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1到6的問題 我們請試試看 2到6個問題